尤月。 乔田已经跟我保证,她一定会把高中念完。 她住家里也好,这样家里的人可以雇她,有日也有人陪伴。 谢谢。 谢谢。 那天你爸爸在气头上说了一些重话,但他还是很关心你的。 既然乔田已经安顿好了,你是不是要趁这段时间跟佳人节把关系处理好,赶快把事情解决。 我相信你爸爸就不会再生气了。 阿姨,转学跟副学都已经办好了,明天就会领书跟制服。 太好了。 酒飞的单子给我。 不要,从现在开始我的事就不用理会。 你说不用管就不用管。 江浩婷,现在不是我出面,你可以这样顺利转学吗? 你去张家最好给我乖一点,不要给我出乱子。 到时候逼得我这监护人要出面把你带走。 你想哭都哭不出来,我跟你讲。 阿姨,我们回去了,不要理他。 是。 尤月,我刚才说的话,你好好考虑一下。 那乔林就麻烦你了。 你放心。 乔林,和我们走吧。 对了,张尤月,刚刚你阿姨说那句话什么意思? 她是不是也希望你回家跟你爸低头认错? 我是觉得既然都回来了,干脆就回去一趟,跟她说清楚。 我们离婚吧。 你在说什么? 乔婷也已经安顿好了。 我觉得我们就没有必要假结婚。 不是啊,不是说假结婚两年。 才几天你就反悔。 那你欠我的钱怎么办? 我现在就是没有钱,我能怎么办? 倒不如让你早一点去国外。 起跑的事情,我有在想办法。 我要去先回开婚,自己先回去。 不是,张尤月,你把话说清楚。 张尤月! 你没钱,可是你爸有。 我先去找张嘉诚主动提离婚。 要一笔赛免费再说。 江先生,请问你有什么事吗? 我有事要找你们董事长。 董事长不在办公室。 你有什么事,我可以帮你转达。 这件事很重要,我必须跟她当面谈。 抱歉,可能要麻烦你改天再过来。 你刚刚没听懂吗? 我跟你说,这件事很重要,我必须跟她当面谈。 要跟我谈什么? 董事长。 没关系,我来处理就好。 你帮我把下一个行程延后。 是。 进来吧。 坐。 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? 董事长, 刚刚我跟友月一进去学校, 帮乔婷办好转学了。 你们真的很厉害。 一下就搞定了。 那既然乔婷已经安顿好了。 我想我们的婚姻就没有必要再继续了。 只是之前友月有给我一些承诺。 但我看以她目前的经济状况, 基本上是很难兑现。 说说看,她承诺你什么? 是这样的。 她答应要给我一千万。 我想这笔钱对你来说, 这不算什么。 我只要拿了钱, 我就会马上离开她, 马上离婚, 然后马上离开台湾。 绝对不会耽误到她的未来。 钱我可以给你。 但是只跟友月离婚还不够。 你要想办法让她放弃在台北的一切, 回家里生活。 这个有点难度。 董事长, 因为友月在台北有工作, 而且还有我哥留给她的房子和公司。 那里是他们两个共同的回忆。 我觉得, 就我对友月的了解, 她应该会舍不得离开。 她只要继续留在那里, 忘不了过去。 她就永远不可能展开她的新生活。 你这样说也没错。 只是 只是友月就不想让我哥的心血白费。 所以她是真的很认真很努力的在撑那间公司。 有时候我在旁边看了, 其实也蛮心疼蛮感动的。 那个小地方也能撑为公司。 不是啊, 更何况她根本做不起来。 要不然她干嘛找新华要案子。 而且还跟我伸手要钱啊。 说穿啊, 友月所有的问题就是因为缺钱。 没有钱, 什么都做不好也解决不了。 小天的事你们搞多久, 还搞什么假结婚。 结果我用钱就解决了。 现在为了让友月摆脱你, 我也可以用钱解决。 你今天来不就是来跟我伸手要钱的吗? 为了帮助友月, 钱我可以给你没有问题。 只要达到我的要求, 让她放弃公司回家里。 一千万, 我马上叫人回到你的户头。 吉毕叔, 后住司机, 我要出发了。 其实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发现, 我爸根本分不清楚, 老板和爸爸这两个角色的差别。 在家里大家都得听他的。 他习惯用他自己的方式来解决问题。 我根本不会去想, 他这样子最后被伤害到别人。 你在笑什么? 你觉得很好笑吗? 没有, 一点都不好笑。 我此觉很荒谬。 董事长, 到底张友月对你而言, 是你的女儿, 还是你员工? 我想应该是员工吧? 因为听你的口气好像是, 你付了钱, 给了薪水, 他就得听你的。 你只要往东, 他不能往西。 他不能有自己的想法, 不能有自己的主张, 不能有自己的意见。 那不对, 那好像比员工还不如。 因为一般的员工回到家下了班, 还有自己的生活, 可是张友月不行。 当你的女儿, 就得照你的想法去做。 所以, 张友月到底是你的什么? 还是你的财产? 董事长, 您刚刚说的, 我都很认同。 没有钱万万不能, 但是不管你给再多的钱, 张友月还是张友月, 只要你不改变你的态度, 她永远是那个, 离你最远的女儿。 我想我们这笔生意就做不成了。 张友娜。